嗨,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星星给大家带来韩国科幻电影《汉江怪物》 在韩国首尔的一间实验室 来自美国的技术专家命令驻守 将有毒化学物质倒入下水道 驻守十分不爽,担心有毒物质会流入汉江 然而却只能听命行事 亲手将化学物质倒进了下水道 正是这些有毒物质滋生出了罪恶的汉江怪物 呆水木呢的康豆随父亲经营着一家小卖部 最近惊气不景气 俩父子顺便在江边摆起了烧烤摊 这天康豆和女儿玄瑞正在收看姑姑男猪的射箭比赛 老父亲进来让康豆去给客人送食物 康豆来到江边发现大家都在围观 不远处的桥上似乎有个黑色怪物掉进了水中 围观群众纷纷朝水中的黑影扔起了食物 不料怪物居然来到岸上朝着人群疯狂袭来 康豆亲眼目睹了怪物吃人的一幕 接着怪物又深入内陆送一票无辜群众领了合法 大家纷纷逃命 只有康豆一个不怕死 抄起路牌朝怪物砸去 这下可惹怒了怪物 怪物朝着康豆袭来 康豆拉起路边的女儿一起逃命 不料慌乱之中却拉错了人 最后女儿被怪物掳去跳进了江内 官方为死亡群众设立了零食灵堂 姑姑男猪和舅舅男一也赶来了灵堂 一家人对着玄瑞的遗像痛哭不已 很快官方特派员来到了现场 由于在与怪物战斗的警员身上 发现了病毒感染的迹象 与怪物有过近身接触的人 都被视为潜在的病毒携带体 被官方隔离开来 康豆一家同样被送进了隔离医院 就在医院之中时 康豆却接到女儿玄瑞打来的电话 说她被关在一个下水道里头 原来怪物掳走猎物后并不会全部吃掉 她会将猎物带进桥洞附近的下水道 存起来慢慢吃 康豆向警员报告 她的女儿没死 只是被怪物掳了过去 然而警员却当她是傻子 一家人见证论无果 只好从医院中偷跑了出去 老父亲花了一大笔钱 从军火贩子那里弄来了一批枪支 接着一家人开始在城市的下水道内 搜寻玄瑞的踪影 但是时候的下水道这么多 要到哪里去找玄瑞的踪影呢 另一边 在下水道附近流浪的男孩和哥哥 被怪物给掳了过去 男孩也被关进了储备食物的下水道之中 康豆一家人来到小麦不歇息 老父亲说起了心酸往事 康豆小时候其实是个机灵的孩子 但是由于发育期营养跟不上 最后才长成现在这副智障模样 就在父亲家长里短的时候 康豆却发现了屋外的怪物 一家人开始追捕怪物 然而怪物却一路逃进河中 老父亲想留下和怪物做最后对决 不料墙内却没了子弹 最后被怪物送去领了河发 枪声引来了附近巡逻的警察 康豆被警方抓了回去 成功逃脱了男一和男猪 成了通缉犯 男一找到自己的黑客朋友 通过信息定位找到了玄瑞的地址 然而没想到朋友却因为赏金而出卖了他 好在男一购机里 稍断办公室电路逃了出去 然而逃出没多远 警方就追了过来 男一为逃避追捕从天桥上掉了下去 摔断腿的男一将玄瑞的地址发给了男猪 男猪又将这个消息通报给了康豆 之后便独自操起弓箭赶来了桥洞 然而却被怪物一尾巴扫进了缝隙里头 被拘留的康豆再次向工作人员请求救援 然而大家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一群人按住康豆想给他打麻醉针 这时又一位米国专家赶了过来 专家以为康豆已经被麻醉 无意中透露了警员身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病毒 康豆向工作人员申诉 然而还是惨遭洗脑 但是工作人员没有料料的是 康豆的头脑本来就不太正常 洗脑对他根本不起作用 康豆装作中标的样子 接着便劫持医生从里头逃了出去 实验室外头警员们正在上演着烧烤盛会 康豆照着男猪所说的地址赶来了桥洞 然而玄瑞和男孩都已被怪物吞下 此时警方也在汉江附近集结了大量警力 他们打算用化学毒剂消灭怪物 随着毒剂被喷出 怪物在毒物中倒了下来 随后赶到的康豆顾不上毒物 冲上去撬开了怪物的大嘴 两个小孩还没有被消化 康豆将两人从怪物口中拉出 女儿却已经没了呼吸 化学中毒的怪物仍然没有死去 男一赶过来朝怪物扔出火瓶 桥上流浪汉将汽油倒在了怪物身上 男一举起手中火瓶朝怪物扔去 不料火瓶却失手掉落 这时男猪赶了过来 他拾起地上的火苗朝怪物射出了精准的一箭 烈焰焚身的怪物想逃回河中 却被康豆半路解杀 最后终于倒在火海之中 康豆走近和玄瑞一起的男孩 没想到男孩居然奇迹般的苏醒过来 康豆带着男孩回到小卖部 就好像女儿还在身边一样 影片最后再次出现了一个风君浩式的镜头 康豆望着漆黑的窗外 好像怪物又出现了一般 但是窗外却没有出现任何异样 这个镜头是否让大家想起了杀人回忆呢 其实怪物并非不存在 只是它藏在了人们难以发掘的地方 默默收割着一波又一波的韭菜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星星 要是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大战怪兽哦